刚刚在台下的时候 跟几位的同修大家在聊 前嫌门有问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一再强调修道的重要性 那会不会有道清又误解 那外面的事情不要做 后学也一再跟各位前嫌门提醒 你听道理一定要听两端 其实你真正里面修的人 你外面一定会做 而那个做绝对不落在分别对待里面 因为修道第一个开发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爱人之心 敬人之心 爱人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 我们过去因为自私自利 所以我们爱父母爱得有限 我们爱任何人都会把自我的利益摆在前面 然后才去考量别人 而在学到的初步功夫是去我执的 了解色身是肉体是假 了解这个人心是幻化的 是不正确的 所以要唤醒我们的自信做主 当自信做主的时候 自信是无我像的 他无我像 他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那个时候 他会遇到所有该他做的事情 他会义无反顾的 而因为没有像 所以做了之后 他不会落在这个名利之中的一个挂碍的 于是一切的作用都是妙形无助 可是如果我们不着眼在内在自我的一个修行 只一昧的强调网话去追求 所谓的积功累得 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功德 谈经讲 见性是功平等是德 见性怎么见 见性是我要灭无名之后 灭一分无名长一分智慧 智慧就是自信起的一个当然的作用 而这个灭无名的初步一定是灭我直 因为灭我直 所以我们会考量到了 自然而然唤起我们童年时 对父母的那种没有分别计较的爱 小的时候大家都曾经共同有过这种爱 我们对父母都不舍 对手足都不舍 到后来有没有最不舍的是自己的儿女 父母就忘了就开始要什么平均分配了 所以修道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不往内修 你外面做的他就容易落在向上 因为落在线上 我们就会有自然分别 你是哪里你是哪里 做这个事比较重要 那个事不重要 于是做的越多 纷纷扰扰越多 他感觉不到那种祥和 什么时候最祥和 可以看出内在的修养 开会 你们看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如果常常面红耳赤有没有 你就知道他很没修养 开会是检讨嘛 事情拿出来检讨就好了 你气成那样子做什么 因为后学在一路的研究过程里面 我时候不断的都在反省我自己 我几乎不用举你们做例子 我看我自己里面就有很多的 小护士没道理 我以前在学校 我就是一个风云人物 代表学校参加这个比赛 参加那个比赛 作文朗诵演讲 非我莫属 我读三年 三年都是我出去 我出去我一定拿什么 一定拿名次回来 不敢讲冠军 一定有名次 在学校一定冠军 所以那个气势之高 我进职场 我也没有去做过那种 小位子的功夫 一进就是办在我们老板旁边 做总经理的特助的 那个气势多高啊 那个开会讲话有没有 就直接就 啪出去的 我才不管你考虑 你的感受怎样 我讲的是事实啊 就忽略了语气的包装 措辞的包装 到后来我进道场有没有 我是看到道场的那一幕 把我吓到了 因为自己在演 这么可恶的角色的时候 会觉得义正词言 慷慨激昂 从来不知道那个样子 还让人家讨厌的 有一次进道场 道场开会 刚进道场 前嫌慈悲 开什么办事 什么点传师啊 讲师啊 谈组会 就让我们这些小秀 小后学就与会了 一次就让我大开眼界 我半个小时我就上台了 举手发言 你一个一个活像共产党 在斗争啊 我讲这句话 我们在座有一个人 曾经听过 太可怕了 这是修行的团体吗 吓死我这个小女子啊 一次就让我看破卡锈 都在批评对方 那种语气的激昂啊 我们都忘了 我们修道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开发菩提心的 菩提心就是慈心 慈心一定有近人之心 爱人之心 有问题要解决 我们去包装嘛 怎么样讲 人家听起来比较舒服 我这些年来 常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 没有人故意要犯错 但是为什么错误 还会继续下去 没有谁要去欺负谁 为什么常常有加害者 跟什么 跟受害者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当中 做出来的 都是不知不觉 我们修道都要去什么 往天上走的 没有人想救阿修罗 那为什么会有阿修罗道出来 阿修罗道专门收什么 收修道的人 一般凡夫不能进阿修罗道 爱受到才有助给进阿修罗道 为什么 你修的脾气太大了 修道后面 谁都不能说我们 遗址 遗址 气死 那就进阿修罗道 称恨心太强 太暴躁 太易怒了 我一了解阿修罗道的由来以后 我就刺了 因为 这个不太好玩 进修罗道 谁要进 畜生道 也不是大家 有谁说 我现在卡古拉修道 以后会变成一只小狗 让人家捧在手里面 推我去散步 有没有立这个大院的人 你在座没有一个吧 你都是想到天上做一个菩萨 要出三界 那为什么出生道 有修道人去转 还不少 为什么 不知不觉 所以前几天 前天跟后一讲 哎呀 什么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都不是故意的 都不是故意 为什么会惹出事情来 我说就是因为不是故意 所以惹出事情都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别人犯的错 你要去想 他不是故意的 可是对自己你要小心 不是故意 出发先是善的 最后也会什么 酿成一个灾难 那我们就要小心 所以我们修道 道是右近的一切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问自己 不要用相投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 念之在之 就是调整自己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才发生 因为明年的高级讲师班 我们要依着金刚经出十道题目 那问题就会出来 因为从金刚经里面出题目 它的东西你就在讲解 就不可以离开那个范围 那你对这部经如果没有相当的熟识 在解题就有它的困难之所在 那我们忠心很慈悲啊 就希望大家有一个共识 有一个共识 所以我们明年一月八号 所有的讲评讲师就先入班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自我的 一个先复习 大家先凝结共识 凝结共识的时候 我在第三个礼拜 十一月第三个礼拜 去心得讲课 然后我们张讲师就跟霍学 谈到这个班 然后他有他的一些想法 那霍学觉得这些想法 也蛮有道理的 我也认同 我说那这样子 十二月底的时候 我们进中心开道学讲座班 我们几位讲师再聚在一起 商量一下 一月八号的班程 要怎么运作 会比较合适 集思广义 总比我们独担独行 要来的安全多了 事情就尘埃落定了 没事了 没想到在前几天的时候 南部肖讲师打电话给后学 就把某一些工作派给后学 后学也认为 人家派给我们责任 我们就单 希望本来希望能够分摊出去 给每一位讲师分担 可是肖讲师说 哎呀有些事情 他如果多头马车运作 反而不好 那你一个人承担 我说好也没问题 答应了以后挂掉电话 当时都没想到 过了几天想到不行 张讲师曾经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怎么今天有没有 人家在问我的时候 我居然忘掉这个阶段 就立刻又跟我们理讲师谈 因为12月份他们要开道物会议 上个礼拜六 把我的意思带到讲师群里面去 他去了以后也没有答案回来 没有答案回来 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 假如他的答案是最后是我们一切道学讲座 再来集思广益 那就皆大欢喜了嘛 如果他还要坚持让我一个人去负责这个工作 我的对应的态度是什么 我就开始想我自己 我就想整个来龙去脉 错在我不在任何一个人 我忽略掉了 人家曾经跟我提的话 而我也答应人家 所以我也没有好奇心再去问理讲师 你们结果怎样 我不问 因为我就打定主意 不论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执行就好 执行就可以 结果过了一天 萧讲师打电话 他说他有听到后学提出了那些话 可是他已经要出国了 这个事情不做一个决定不行 而且早就承报道路中心 如果在做删改的过程的时候 可能会增加很多的肢解 后学跟他说没有关系 你怎么决定 我们怎么去做 其实我从这些事情里面 我告诉你们一个 我不为人知的信念 假如我没有反反复复去省思这件事情 我自己错在前 那可能你们派给我的工作 我不会接 因为我坚持 我跟张讲师事先的承诺 我不会考量到其他 我也不会考量到我给你的承诺 因为我后来已经给你们翻过来了 可是我在省思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了 很多的错误的症结在我的身上 人家讲的东西我忘掉了 我真的忘了 那第二个 我给人家的承诺在先 怎么会因为我记起了前程往事 这个承诺就付诸于泡影 那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 我就想到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不断的在整理一些文稿 想到了圣人讲的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我们遇到两难的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把一切的事情推到别人身上 回过头来问自己 问自己就好 我们绝对有难辞其咎的 一个症结之所在 多了一个问自己的心 你就不会去掀起一些 无畏的一些争执 我们在道场上也是这样子处事 在家里面大声小声就不应该了 没有互相恭敬 但是怎么说都还有一个亲情的 在那边的一个约束在那边 道场你不可以 不论你畏尊你畏卑 你老资格你心后血 你跟人讲话你都要客气 因为别人不欠我们的 各位你弄明白 每一个参与道物的人 人家不欠我们的 人家是秉诸于对老天的一个爱戴 想要报天恩师的降道之恩 所以自动自发去拥护道物的 不论他做的好做的 如不如我们所设想的标准 我们要去提供意见 请和颜悦色 这是尽人之德 如果在在处处 从这种细微的地方去入手 你的心性就会成就 所以修走千里之行 他要积那个千里之行的长度 他死于归部 就是一小步一小步累积的 无日三省无声 从日常生活当中 哪一个是跟自己没有关系 哪一个是我们不会对近身心 对于自己起的每一个念 去找出我要承担的责任 然后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包装 把我的意思把它往外去散发 他人我之间就会和谐 他就快乐 所以如果把道场经营成跟社会一样 他是失败的 这是因为最近到年底了 各个佛堂都要开道物会议啊 连缘也要开嘛 所以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都是在隐为的地方 看到我们修行的好坏 任何境界风都不可以让我们动怒 然后什么 祈愿都不可以 我们谈到了在这个工作上 在家修行人 你工作就要守住本分 不可以因为些微的利益 去什么 去损集到别人 昨天去买菜 买那个芋头 我就在那边仔细挑 坦白讲 那个芋头长得真的很让人家烦恼 它皮那么厚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好芋头 哪一个是不好芋头 我看看 这是大甲吗 他说这是大甲 他说这芋头都很好吃 我就跟老板讲一句话 我说我两年多前买过芋头 我有三次挑选的经验 三次都把我买回去有没有 真的让我十难下厌 水水的 脆脆的 我这个人一向又大心 我不会买一只小小 一买就是几斤回去 所以我就最后就脆到我的心肝 因为好像我在在吃 几次的经验让我不敢挑 我就问那个老板 我说你帮我选 他就教我 他说不要有水分的 削一个头出来 然后就挑一挑就 蹭了有没有 蹭了六七个 大概七斤吧 然后他就好心愿 没有客人 他我帮你削 他就削皮了 他说削个要加十块钱 我说你的手那么贵哦 他是开玩笑的嘛 我们就在那边聊 他在那边削 结果削到其中有一个馋了 有一个洞 那个洞里面就开始 外面一个小洞 里面一个大洞 我看到那个老板 手就手足无措了 为什么 他要挖掉那个芋头 就去掉了三分之一了 小都算了 要算谁人 他就看到一个小洞 一直在那边挖 我就跟他 你把他剁两半 剁两半有没有 你把那个洞给他挖掉就好了 他就说啊 芋头外面的洞小小 里面通常就很大 我说没关系啦 我小洞算好啊 不要紧啦 对不对 都是虫子在吃嘛 吃了就算我的啦 他一听算我的 有没有 他就削得很大方啦 就去掉三分之一 我在他削的过程 我就跟他聊 就聊一些做生意的事情 我那一刻 其实我是很感应的 道场教我的道理 那不然我终于会说 老板你挖我快 是吧 你还不会我 是不是 可是 我也不过就是算一算 最多损失个十来块而已 可是他好高兴 我也觉得今天做了一件 好像勉强符合道心的事情 没有遗憾 就这样子就解决事情了 所以我真的体会出 修道是在生活当中测验火候的 修道的什么生活的层面 会测验火候 跟我的心设想的静 有了违背的时候 逆境最容易看出我们内在的修养 我要这样做 你不那样做 于是你就会勃然大怒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不断的看自己 一天看个两三次 就能够改两三个问题 一个月就改九十个 一年就一千零八十个 各位前前 再烂的人有没有 你一年改一千零八十个 你觉得好多吗 很多的感觉 可是一天改三个不难吧 看三个念头就不难吧 那你这一辈子就修得圆头头了 所以日积月累做功夫了 我们在家修道人 当我们钱财滚滚而来的时候 来了以后 如法守护 不要用这些钱 钱财去做一些非分的事情 然后乐为福德 这个福德就是与人广结善缘 善用钱财做财布施的意思了 见他做时心生欢喜 事则名为不放异 自己要做 自己没做 看到别人做也要很高兴 不要起嫉妒心 这个叫做不放异 我们谈精进度 精进的意思在哪里 精进吃喝玩乐 精进在一个错误的观念 致死而不改 害的是自己 所以谈六度的精进度 没有一度是离开你的心性的 跟心性不相干的事物 你用了那个时间 花了那个功夫 那个就叫做虚耗光阴 精进是心性的提升 忍辱也跟心性有关 所以当我们没事找事做 去惹人家生气 你不行 我在修忍辱行 忍辱行是我没有什么事情 然后平白无故的 恨逆加深 我吃鱼之秧了 我还能够让自己如如不动 那叫忍辱行 整一天没事做 这边挖一挖 那边念一念 就唯恐天下不乱 等人家抱怨的时候 我们再来想 哎呀我都好心 给虑筋是吗 我要修忍辱行 不可以万坦 都孙悔是你抓出来的 你再修忍辱行 这真的有没有搞错啊 我出去遇到一个老菩萨 就是这样修 修的真的很让人家对心肝 修到家里面 没有一个亲戚认同他 他固执在哪里 桌上的贡国 摆上的贡桌 没一礼拜 不可以给我拿起来 你如果冬天还没干净 你如果冬天 对不对 拜葡萄 拜梦来 那不要说一礼拜 那一天有没有 那个小蚊子叫做皮纳 就飞过来 他的家属跟我怨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起 确实有此事 因为后学有一个惯性 去人家家庭佛堂 参持架以后 我会站在佛桌前面 一直在看那个佛像 就看佛像看一看的时候 身体一歪就看到很多的小蚊子飞起来 他固执在这里 然后家人就抱怨 一抱怨他就说 哎呦我在想你拎来 你看多冤枉啊 所以你加在别人身上 别人反扑回来 你不能说那叫忍辱 那是没事找次做 有没有 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做任何不对的事情 现在说扫到红台妹啊 那你就不要灭顶就好了吗 是不是 心不要动 所以出家菩萨若能教诲如释者 世诗弟子二人聚得无量利益 今天我们去教化这些在家修行的人 这个教化我们用成全两个字 你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去成全他们 那你是成全的人 和被成全的人 两方面都得利益 不要认为这跟我没关系 这是前人的事情 这是点传事情 我没有渡后学 不是 这是我们今天在家修 我们要成全别人 如理如法走修行的路 你要用什么样的观念去引导 才能够两个人都得蒙其意 善男子 在家菩萨若得自在 假如一个在家学到的人 他在现实生活里面 他的权势高 权柄大的时候 就没有人敢干涉他 得到了很多的自在 行动自由 譬如说他做了什么 大国主 万万人之上了 那谁也管不了他 他就为所欲为 他不像我们 对不对 在家有父母 出家有公 出家不是 在家有父母 出家有公婆 实际上现在人 也没有这么守规矩 是在家有我 出家有我 出家有我 大家都听我的 所以讲到这边 也有一点心虚 意思说我们在很多的 环境里面 扮演自己的角色 如果你有很多权柄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就举国王为例子 拥护民数 犹如一子 对所有的平民老百姓 你要等同一个人看待 爱民如子了 所以教离诸恶修行善法 你要引导这些百姓 要他们能够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见作恶者 果打 骂辱终不断命 如果有人犯了错 果法要加于身 但是尽可能留他一条命 让他能够活下去 才有重新改过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指 这一段经文 各位请你去看 他跟哪一段经文像 跟道德经的辅乐章 老子讲的治国之道 谈到百姓做错犯法的时候 身为国主 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不要以为谈修道 就离开世间所有事情 我什么都不做 只要整天念乎 念死都没用 要把所有的佛理 用在生活里面 我如果只是守门的小兵 我就做好守门的责任 不侵放一个贼人进到城内 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 如果我贵为一个国家的国主 我就要安邦定国 让导百姓富强安乐 为尊为卑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去修的科目 都有自己要去承担的责任 把我们的责任圆满落实 他就是如理如法的修行者 他没有责任大跟小的一个区别 这个叫做尽力而为 财务六分 税取其清税 这是孔子大学里面讲的 你要把老百姓的财产全部搜刮为己有的时候 老百姓民心就分崩离析了 如果我尽力为老百姓谋福利 老百姓就一心什么 拥护我们爱戴我们 所以如是道三教经典 各位前贤 他哪一个修行只偏世间 哪一个修行只偏出世间 没有 他都是以出世间的法 出世间一定是无我 以出世间无我之道 在行人世间的有我之道 把这个我扮演的好好的 所以从来没有世间法跟出世间之别 没有 端在我们运用一心 这个与我们在家修的人 最有感慨了 因为所有内容跟我们都有直接的关联 这是指你上位者做国主者 轻摇曳 轻税妇 不要让老百姓怨天尤人 税妇太重了 这谈治国之道 见称恶者 娇羞忍辱 极不放异 看到那个喜欢发脾气的人 教他们要扩大心量 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 就出口伤人 经言柔软又能分别善恶之人 我们自己经常说的话 言语要柔软 自己本身要能够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好人我们要跟他学 坏人我们要去影响他 不是说我选好人坏人 然后我就把坏人给舍掉 没有这么不慈悲 当我们明辨好人坏人 对好人我们要去拥护他 我们要去取法他 对于坏人我们要闷心思量 有没有能力影响改造他 如果没有 我们就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所以见有罪者忍而不畏 看到人家犯的错 我们看到了 不要故意去问他 为什么不要加重他的罪恶感 以前或许买菜 骑摩托车或脚踏车 喜欢买的菜就挂在摩托车上 不是以前都给他提在手上 因为有人告诉我 菜市场常常有人会 无意当中捡到车上的菜 你挂在那边不安全 尤其我们一次都买好几天的菜 于是就提着 那问题买菜不会一摊就解决掉 于是买一摊就越买越重 骑到尾巴再走回来挂上去好累 走到场后学到一件事情 假如有人会从我们的车上捡到菜 一定也是他有需要 地上丢的菜别人不敢捡 怕有毒嘛 那有需要的话 就当做行步失度好 反正我们买的菜也就那些东西 这样一想通以后买一样菜挂一样 然后就悠哉悠哉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也没有一次被别人拿走过 我甚至想过 假如我到那边刚好看到有人拿 我要怎么办 我要往后退 不要让他惊觉那个是我的车子 都想好要有这种修养 要先有这种观念遇到事情才能应对嘛 但是一路走过来十多年了 也没有发生一次的不幸 都没有 我才知道佛法带来多轻松多便利呀 相信别人 世界上的好人多啊 那有没有坏人 一个人如果已经贫困到 要拿人家的菜来吃 他也够不上坏 只是他的需要大于我们的想象而已 所以你很多东西在研究道理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没有利益别人 就给自己减轻了很多不该有的负担 所以学到好啊 不是好以后出三界 好是现在有没有 身上就轻了很多的一些不该有的挂碍 所以别人犯错 看到了心知肚明 要讲事后再讲 我也曾经举过例子 后学的儿子考试 一辈子也没读过那么好的一次 那次就考到一个第一还是第二 一向走来就是前五名 或者第十名左右 前十名左右 就从来没考过一个第二名 还是第一名 小学生考试 今天考就今天公布嘛 那时候是四年级 他大概也难得有这样子的惊喜 那次考了一个第二名 考了第二名 我去学校就在我们家旁边 结果他一起来买我考第二名 我说很好 那第一名是谁 他就某某某某某某 我就说哦知道了 也是他班上的评比下来 就这样出校我们回来 我们社区有很多个 跟他是同班级的 分发在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班级 我们楼下的那一个 还有对面的一个孩子 他看到他们的 立刻冲上去 你考第几 你考第几 对方小孩子也很老实 我考第几名就讲了 我儿子就很高兴 我就看在眼里没说话 一进我的家门 我住在三楼 书包放下 上课 我说你为什么要问人家考第几名 你已经告诉我第一名是谁 能赢你的只有第一名 对不对 那些人名次在你后面 你去问他第几名 你居心不良 你再夸耀你自己 我说你只能去问第一名 你考第几名 以为他会很高兴告诉你 我考第一 你不可以跟那个 比你差的人这样去问 我说你再给我抓第二次 我当场我就会修理你 只有一次可以 他以后再也不敢 我说你屯心不振 你在夸耀自己 他以后就不敢了 小的时候你不教 长大就是这样子 很容易用自己的那种名声去 去压过别人 我教旨就是如此言 我看他的信念 还未必以行为去论 他行为上伴随就是不正的信念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自我要求 还要这种夸耀自己的这种公恨 我们的修行就太不入流了 所以问居心 问动念 聪明的 笨的 他没有什么好夸耀 人有所长 我有所短 结长不短就好了 也不需要自残行贿 除了做错了 我们要惭愧 财富 名位 长相 头脑不如人 我觉得都不需要惭愧 跟我没关系吧 他充其量是上一辈子 我现在努力就好 如果要怪 应该还要怪爸爸妈妈制造不良 是不是 何必要惭愧 我不如人 我们如果没有不如人的那种心 你就不会很容易 疑心生暗鬼 只有心性不如人 我们要觉得惭愧 所有外在的条件的欠缺 你都不需要惭愧 你只需要去问 为什么我欠缺 然后把那个音在这一身补上就好了 所有财务常行会师 任力读诵五部经典 任力 就是当我们有闲暇时间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运用时间 去努力读这什么 读这个经典 研究道理 不要把任力当成 我哪五赢我再来打 那这样子你就错了 就像我们讲量力而为 都说量力而为 什么叫量力 量力是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了 我只能做到这里 我就满意就放下了 我只能布施五十块 我就不要想去做五十一块 强几只所难不要 做完就放下 你做的就是最多最好的 不要再问你多少 哎呀你五十一比我多一块 你多少四十八 给我两块 你都不必 那个叫做量力 尽你全部的力量 跟别人没关的 善能守护生命财物 不是叫我们要行财富师吗 不是救人都要一无反顾 要舍掉生命 怎么这边还要守护 这个守护是告诉我们 不要把财用到非分的地方 玩乐啊 赌博啊 用钱滚钱的那种心态 那个命不要把你的生命 虚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这个叫做守护啊 能化众生不令作恶 要能够劝告别人 不要让别人犯错 不要慵恿人家为恶 这样的事情我不敢做 你去做你去做 在现实生活会不会看到这样的人 我小的时候也蛮尖的 我不敢 你去你去你去 都塞浪把人 有些人是你不是是我 是我 在家庭里最常做这种事情 爸爸永远有一箱饼干 藏在那个 不是藏在 摆在他的床头 家里面有一箱 铁桶装 以前都是铁桶 夹心饼干 爸爸都有规定 吃的都有限制的 他不拿我们不能碰的 那很想吃怎么办 不要塞浪大的 因为大的不上当 塞浪那个小的 那浓浓腿腿腿的有没有 弟弟妹妹去去吃饱了 还饿吗 去拿去拿 打开 打开姐姐帮你拿 姐姐帮你拿 打开打开 你绝对不要亲自打开盖子 这样子你就 推脱不掉责任 被发现了 打那个小的干我何事啊 是不是 真的很奸诈 所以以前真的没有剃到 恐龙让泥的故事有没有 难怪过去百思不得其切 为什么大的不给自己吃 是明白 你的信德没有流露 从这种小地方就看出 这个没有修到 真的就印了我们老一辈讲的一句话 小的时候偷冲 大的时候偷牛 你那个不好的信念扩大 就会祸害人群啊 见贫穷者生大怜悯 这个我们都做到 大家这种慈悲心真的都有 至于国土长修知足 在一个国家里面 人比人会气死人 知足常乐 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其实这新闻很多 就是我们的前立法院长 不是逃往海外 死掉了吗 病死在国外 其实这些案例很多呢 这些都是过去 曾经在国内 犯下了所谓贪赃枉法之罪的 后学看到这些新闻 我心里面都会起一个念头 他一闭上眼睛 他就毁之完以 为什么 当你逃到国外 脱离了国法的制裁 你逍遥自在 觉得好像占到便宜了 对不对 殊不知 敏律 因律在后面等着 眼睛一闭上 所有要去的地方 完完全全就会在我们前面 铺陈出来 在学人言经的时候 不是跟各位前前讲吗 你如果要往三个道去 或者要往四圣法界去 乃至于修人天福报 就在双眼一闭的时候 所有要去的地方 他就完全在我们眼前 显现于外了 所以做善者 闭上眼的时候 他很高兴啊 因为前途一片光明 曾作恶者 他就惶恐不安 因为再也躲不过了 他就不是你靠律师 靠自己能言善道 去湮灭证据 能够脱头的 能够推脱的掉 可是即便那个时候 发现毁之晚矣 已经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了 尤其这个贪赃国法的人 他付欠的是 2300万老百姓的什么债务 那个罪是很大的 他远比欠一个人 要来的方便 我欠一个人 债主就是你 我还你 你欠这么多的人 一个一个轮流去还 你看那个轮回要多久 所以能够做官 有全是基修的福 福中没有会 结果一世官 他还不是九世牛而已 李灵谱在哪里 秦快在哪里 朱元璋在哪里 这些曾经做皇帝 做宰相人在哪里 到现在数千年了 还在触道里面流走 恶人禅邦终不信寿 别人有一些肥短流长的话 或者别的宗门 对我们的道有一些批评的话 我们不要相信他 我们不与他争 但是我们不信寿 我们有自己的一把尺 不以非法求秘财物 这就是孔夫子周游列国 成菜绝粮 消机罚弹的时候 不是有四五天没饭吃吗 然后他曾经跟弟子讲 君子跟小人的差异 分别 小人在困境的时候 他就为非作胆 只想满足自己的需求 真正学到有修的人 越是在困境里面 越要坚守 自重 不随境流转 操守 是在困境里面看出来 夫妻的恩爱与否 困境看出来 共同享乐 谁不会呀 但是如果遇到灾难的时候 有没有齐心协力啊 这个就是重点 十之八九啊 各位前行 大难来时各自非啊 这我也有体会的 我们张兄告诉我 睡觉盖被子 你一床我一床 你不要老是拉我的被子 我说夫妻啊 要有缘才能够修得同床度 偶尔被子给我一下怎么样 他说不盖被子会感冒 我说两个人一定有 如果要有一个感冒 他要有一个感冒 你自己选择的啊 你看看 连感冒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 不是分享 都不想感冒 所以为了感冒都要去 护持他自己 还要其他大难吗 我就不要去想 将来如果只有一碗饭 他会不会分我一半 在一切的小境界当中啊 去调侃自己 这个调侃其实也有几分的事实啊 我一直鼓励他退休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谈 退休金的分配 礼拜天他会来上课啊 你们跟他谈 我讲话没关系啊 反正跟你们笑一笑 太严肃了 拿你们的事情来让你们笑 听的人会不高兴 拿我的事情 反正我皮厚啦 会常常鼓励他要退休 人不要一辈子有没有 做到老 要做到老是要愤怒向的 不要想积才给儿孙 养大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养大以后 其他的没有能力 不需要愧疚 爹娘也不曾留什么东西给我们 要为自己的未来生去规划 超过六十了还有几年可活 我说那那个钱财有没有 那我们就要商量怎么分配 他那个钱财有什么好分配 我说怎样全部是进到我名下 他哪里 当然是我的啦 我说你不怕这一语成灿 伤了夫妻的感情吗 他说在这个地方我有坚持的 什么意思 我死也不放啦 所以丁讲是 不要老是看到我先生 都讲一些 让他心性不能成长的话 你要教他 你退休是如何任劳任怨超值家务 退休如何是心甘情愿 把钱财交付给老婆的 这一种重大的国事 你要教导与他 才能够帮助他心性提升啊 不要老是说 这个女人的事话不要多听 刚好他老婆又是女人 对不对 他丁讲是告诉我的 我们丁讲是的修养真好 任何女人嫁到这种老公 他这一生真的是 世间事再也没有多求 你要把你的好 完完全全告诉他 鼓励他修到人要看破方向 尤其钱财不要练倦 像我就把钱财交给老婆 让老婆去烦 知道吗 台上公然拜托 私下就靠你去成全 当然不要讲得太明白啊 要不然他就知道 我这个人动手动脚 不经意当中 上一堂课 就告诉他 让他把这个最后一笔钱财 也吐出来 就表示真的身无重物 轻飘飘的 登天就有望了 这个很重要 不非法 不要用不当的 赌博这些不当 这些是不应该的 我们修道人 有一些的工作不能做 那个已经讲过的 跟杀有关 跟道有关 跟色有关都不能做 如法护国 照远七种恶 这个如法护国 这是我们身为百姓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老百姓 要奉公守法 七种事情不能做 第一个 不乐于谱为姬六伯 不要下棋啦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不要下棋是指什么 是指赌博的 如果我们在移情浅性里面 下下围棋啊 下下象棋 不再此列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性很不好 输了棋很没有风度 那这个棋你都不要碰 为什么 他会挑棋你的那种称恨心 我的心性就不好 曾经跟阿哈尔先生下半棋 他的运气真的很好 怎么下怎么赢 我连输几盘 其实心里面已经在动怒了 因为专门没面子 一个工师 快连输到这样 头头头 当我一发觉 我这个心起来以后 我就找个理由不碰了 所以下象棋 下围棋 他没有赌博的成分在里面 他是不受访的 不受妨碍 但是不下他不可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他是你的障碍 或者下了他只能赢不能输 那你也不要碰 因为那会让你的不好的心愿起来 这个就自我斟酌 那跟赌博有关系的 一毛钱你都不能碰 所以你不要去插花 我们看过坊间 有一个演艺人员出家 问他赌不赌博 我不赌了 都不赌怎样 我插花 插花就是我赌什么人 他会赌我就带他 带他去砍是吧 我他就问过什么叫插花 他说这四个人打麻将 你认为哪一个人会赢 你就堵支压到他那边 那不是也是一样吗 就差你没坐在上面打而已 这个你都不能做 不涉猎 杀身 不饮酒乱性 不乐欲心 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 然后不乐恶口 不要乱说话 不乐两舌 不要挑拨离间 不乐非法取财 用不正当的手段 去累积自己的财富 这七样事情 都是落在什么 十二页当中 我们都不可以去碰的 做一个国民就要这样子 那请问你 现在哪一个国家 他是处于这种状态 他一定国富民强嘛 民情什么 存福 现在不做这个事情很少 小孩子给他的游戏玩具 就是打打杀杀 你看我们现在都给小孩子 一个人一个手机 前一阵子有那个抓什么东西的风气 Coco还是什么 宝可梦是不是 爸爸妈妈在前面抓 六点钟我就看到公园在那边 爸爸妈妈走前面 那个小孩子在后面 才三岁多 也哪一个在抓 爸爸妈妈走得好快 也不管小孩子落在多远 游戏的前提之下 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之情都没有 我请问你从小就这样教到 你怎么期望孩子长大 会成为一个正人君子 这个抓宝可梦还小事啊 他里面有很多的游戏 不是大炮就是炸弹 这些都是污染那个小小的心灵 所以现在的游戏真的要进行管制 而制作这种游戏软体的人 他的因果大了 想当年写金平梅这个银书的人 现在还在地狱道里面 为什么 等这本银书从人世间消失为止 他才能够脱离地狱 转生到畜生道 转生到畜生道叫做生极验 因为地狱道是三个道最苦的 为什么 因为他祸乱人性 所以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快 去做出一些会影响到别人的事情 那我们做父母的在引导子女的时候 各位前嫌你看看 这个区块我们有注意到吗 那大家会问 那如果我孩子读这个学系的 他要靠这个吃饭呢 如果你从事这个工作 假如是你有这个技能 你不做不好的 上天会给你好的路 不会因为你坚持对的事情 最后让我们无处什么 生存不可能 因为天道好还 所以常乐供养出家之人 能令国人常于亡所 生父母想 这是叫我们对于自己的 这些所谓的上位者 国君 我们要有恭敬心的 我们敢谩骂自己的父母吗 不敢 少数的逆子敢 那我们对于自己的国君 你喜不喜欢他 不重要 重要是他已经站了那个位置 伴随那个位置 明相赋予他一定的尊敬 这就是我们修道人 你撇开任何一个色彩 该有的一个修养 信应信果 见有甚己不生嫉妒 见己甚他 不生娇卖 我们有长处 我们就不要骄傲 看不起别人 看到别人比我们好 你也不需要嫉妒 尤其我们在道场上 一个萝卜 一个坑 每一个人都有你发挥的余地 在道场上承担的工作 没有轻重大小之别 前仙们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你认为扫厕所 很轻微吗 与我而言 一个公共场所 那个地方的 卫生环境不好 我都会退避三水 尤其是厕所 所以你就知道 你的责任多重了 对不对 所以人都不要看清自己 每一个我们能做的事情 都是整个道场 道物运作 要顺利 它不可或缺的一环 知恩要报恩 小恩要大报 点滴之水 当引权相报 用权相报 就是小恩大报 南浮诸根 尽于三叶 我们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透过六根 就起了什么 身口意三叶 对不对 有六根 才有身口意三叶的一个造作 要让这个身口意的行为 都偏于良善 偏于正面 不可以做出不好的事情 赞叹善人 贺责恶人 这一句话会有因果的 如果好人 我们去毁谤他 掉因果 阿难问世佛奇兄经 也讲过这一条 我们去毁谤好人 去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加在他的身上 看似你在妨碍他 实际上 如果因为你的一个毁谤 你造成了他的伤害 这个因果 原封不动会加注在我们身上 贺责恶人 一个人是不好的 我们因为私心 我们去认同他 或者我们不敢得罪他 你也掉入因果 为什么 这叫助纣为虐 所以不要轻忽自己的一句话 有人曾经讲过 哎呀我也不认同 我就拍赛跟他提示啊 你不认同你就不开口 绝对没有配合对方的行为 去违背自己的初衷 这个都不对 这是戒律 这个在太上感应篇 优博赛戒经 你看都一再提出来 这都是我们很容易疏忽掉的小事 所以给人家的承诺 那个头都不是乱点的 先意发言言则柔软 先意是我们任何事情能够 动足机先 不要老是在放马后炮 我们最容易 事先不告诉别人 事后说 哎呀那人当初 如果是我 我就怎么怎么 就是犯到这条 那你既然这么眼光远大 为什么不说在前面呢 如果真的有真知独见 可以让别人 事先有所警戒 而且在言语的包装上面 也要什么 也要多方的考量 要柔软 意思说我们看到这个人 他的作为 会带来什么伤害 我们已经看到结果 而对方毫不知情 我们要劝戒他 这个叫做先意发人 而你在劝告他的语言上面 态度方面都要柔和 自无力士 如法属他 取他国食 布举士兵 这一段话 各位前前 跟道德经历模一样 我读到这一段经文 就让我想到菲律宾的总统 菲律宾是一个弱国 他的面积大 但是经济力很弱 他现在出来一个国王 一个总统很有意思 他少读少得很厉害 我不论他在 我们讲在这个 惩罚这些贩毒的人 手法有没有过度 我不讲 但是你看 他在治国之道 有没有办法 他很有意思的 他其实我在怀疑 他是不是有读到 读过这个道德经 这一段经文 这16个字 各位前嫌 道德经讲 天下之交 聘常与敬圣母 天下是有很多国家 配合在一起 我今天在谈各位前面 虽然我们不是国主 但是我们要不要跟人去对应 我们小自个人的对应 大致在一个国家 你做天下主 或者一个大国之君 你的治国之道 为人之道 都没有离开这个范围 什么叫以敬圣母 谦卑的意思 大国如果要什么 要取这个小国 要把小国据为己有 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他要懂得谦卑 小国以下大国 折取大国 小国在列强 灵力当下 我们没有办法 自立自强 要以赴在大国 那你也要谦卑 不要没事 但是竟在放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就让老百姓有没有陷入到 所谓的水深火热当中 你看这一段经文 你再看看世界各国 强国跟小国的治国之道 你就知道乱象在哪里 所以圣人的东西先说后意 圣人的东西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区别 放诸四海而接准 圣人没有教我们 只是寄望未来的超生了死 他告诉我们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论我们地位的 身份的尊卑 我们都可以用到 把它处理的圆满 这段经文就谈到了 于是你就知道了 透过这段经文 你就会知道自己 如果有一天 你是小国 你要怎么样 在列强环视之下 还能安然无恙 不能说太多了 说太多你们有两端的颜色 有没有就不高兴了 哎呀 想当年释迦摩尼佛 是一席加沙 就没事情 现在有没有 没有知道 彩虹也好 青黄赤白黑是不是 有没有黑啊 好像没有 红尘黄绿 蓝电子 现在 原格来讲 就两三个颜色 其他博实不举士兵 不要用自己的强权 去欺负其他的国家 那你看 那你看现在的世界各国 是不是用强权 他用强权 所以天下会乱 所以用兵有言 我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迟 意思是说 当我们是大国的时候 假如我们不得 不去征服小国 你在用兵的尺度上 也不可以用一举歼面 的这种心态 挨兵什么 挨兵折胜 挨兵就是你要存一个慈悲之心 挨敏对方 不要趁胜追击 所以我们看到了 目前我们在一些强国 处理中亚那边的乱象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焦土战争 飞机一台一台飞过去 炸弹不断的丢 结果真正的 那些为非作打的人 藏在地下道里面 老百姓的民宅 全部炸毁掉了 为什么举这一段给大家听 整个世界走到的趋势到尾端 你看到了 不论从一个国主的治国之道 从老百姓的存心 你都看不到有良性的那种取向 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走到哪里 你们在偶尔有时间看一看电视的跑马灯 几乎现在每一天都有六级七级的地震 在不同的国家发生 我们从来没有感觉了 新闻也不会特别爆 因为天天在不间断 以前空难很少有 现在天天掉飞机 我觉得还跟我先生讲 马上又要出国 以前道清告诉我 就刚说安心啦 天上飞比在地上走还安全 走在路上还会被车撞 走在天上从来没有听过掉下来 想一想有道理 可是现在的跑马灯各位前显 你没有看过前面有一个足球队吗 整个足球队完全毁掉了 为什么 飞机居然没有加满油 醉下来了 举国哀悼 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发生了 共业成熟各位前显 我们不去论谁对谁错 对错不是我们在讲 你要从所有外在现象的发生 告诉我们自己 这个共业的成熟度越来什么 越来越紧密了 有一天 就有一个大灾 就把很多人都扫进去 覆巢之下就没有完乱了 真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所有你挂爱的东西 你都不能够掌控的 如果我们还在 我们护自己护我们有关的人 如果我们不在就靠着德 去庇佣你关怀的人 其他这些都没有 全扫掉了 所以 读今就是培养我们有一个 先见之明 见为之助啊 它不是神通 它是智慧累积出来的 自然的一个结果 这是谈到大国小国对应之道 我们虽非一国之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作为 而知道整个的天使走到哪里 多修自己 我只能讲多修自己 这个大道是真的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众生恐怖能为就解 看到别人为难 我们要帮助他脱离困境 常以四舍而摄取之 不失 同事 例行爱语 言语上的关怀 物质上的一个所谓的诗语 只要让对方 能够感同身受 乐于于我们走修行的路 善能分别种种法相 不受法者软言调之 这个种种法相 一波热生八万四千法 我们不能什么东西都站在源头讲 道生天生地生万物 对不对 在天为天理在地为地理 在人为性理在人为物理 所以当我们在对应不同人的时候 你要给他不同的义理去成全他 你不能够用一个标准 想要去成全所有的人 成全人不能够站在源头上去讲 源头上是我们修到 你要看破你要放下 要身无掌握 然后才能够无事一生青飘飘在天堂 那是站在源头 可是对在家修的人而言 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就放出四海接着 你必须告诉他 他在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社会位阶 他当前要放的是什么 他需要用什么义理去贯重他 让他在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 都有他不同放下的一些东西 最后冬天来了 一口气断了 他能够轻飘飘的回去 这个叫做种种法相 所以对年轻人我能引导的是 多多充实你的内在 你是学生你就好好用功 义理多充实 然后早一点担负起养家活口 回馈父母的责任 到了老年人我就告诉你 你要放啊 你不要超过七十岁八十岁 还在那边为了那个 银头小力站那边 不是因为你欠 是因为你舍不得 我就是无事 你为什么不说无事 去踏一些近书 去疼一些道理 去修自己一些 利啊 你这样的修你要出三界吗 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 你在人间有一丝陷的贪恋 你都会因为那一丝的陷 你不得不来人间转世 何况你还贪力啊 所以如果有人不相信我们讲的呢 他认为人生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吃喝拉撒睡的 我不累积财富 显不出我的长处 他不接受这个意理呢 那很简单 慢慢的和蔼可亲的引导他 这个年纪越大的 态度就会越谦和 我也在思索 觉得修养略为有一点进步 本来以为是自己有修 后来又警觉到不对 因为年纪有一点大 心脏有一点弱 那个大声的话有没有 说不出来了 如果给我很强壮的心脏的话 说不定 那种恶生恶气还会出来 所以本来略为感觉有修 觉得有一点耐心呢 后来才警觉不是 原来是现在身体比较嫩 不像大声 所以原来老爷有这么一个好处啊 自然而然看起来比较有修 但是这不是自本之道 自本之道是要里面跟外面 是如一的 我们年纪越大 尤其现在有一个失智症 礼拜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 他说讲是人如果是年纪大失智 会原形毕露 我说对 对 我要提醒在座的老前前 包括后学在内 你平常是在这里不太好 里面修不好 年轻靠着修养 我们假就要假出来 对不对 好我要骂这个人我不敢骂 我要做这个坏事我不敢做 可是有一天 我们陷入到失智 掌控能力不够 里面的垃圾都出来 那种自私自利全部出来 我看过 所以我先提醒大家 我就怕这样你知道吗 因为在里面受到不好 所以我就一直多念经 将来顶多看到人就是念经给人家听 千万不要把里面的脏东西布入 我们李妈妈礼拜一出病 李妈妈是肝癌 他到他出病 他十月份后学上课他还到 十一月份他没来就走掉 到他临死我都不知道他得肝癌 他没有所有癌症的那种末期的征兆 他老年也有失智 可是他嘴巴都不知道 看任何人都笑嘻嘻的 他什么都忘掉 唯有记得佛堂开班的时间 他上课什么 一根本子抄 抄PowerPoint 我知道他没有听进去 可是他一直抄 所以你看我们的修养 是在关键的地方 就一览无遗了 所以难怪人家走得好 他没有经历癌症末期的那种煎熬 因为我一个月我最少去一次基隆 所以各位前嫌 现在可以因为有自我的控制力 可以假装 可是假如你怨恨我 这个怨恨的心你赶快拿掉 要不然万一有一天 万一失智 你把你的恨意完全表露在外面 因为控制不掉啊 那就划不来了 理解吗 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现在就要一步一脚印的 老老实实打扫里面 有一天老了做一个可爱的老人 人家喜欢 不要做一个讨厌的老人 人见人厌 那就被爱 所以那天年轻人跟我谈这句话 我心里很感慨 因为我们友人 修了几十年 到老的时候 还会彰化连篇 为什么 平常压抑在那里 所以提供大家做参考 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 推到这么一个危险的境界 前车之鉴 所以修行就是这样子 一日不修 一日无功啊 一日修 一日就有所成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将来都能够快快乐乐的 在天堂相聚 但是眼前就要分分秒秒的 好好努力 感谢天人事得 谢谢各位前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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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